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代的产品,蔚来Google TV 这里展示的是Google TV的一个主界面 能看出它跟我们之前Android TV的差别 之前Android TV的话更多的是在重点展示它的应用 以及一些应用里面的提示内容 而且之前的Home界面的话只有一个单一的Home 比如说现在我们回去看一下Android TV的Home 这是我们之前Android TV的这个界面 你们能看到第一行的话是相当于APP的Favorite Room 而下面的话会是一些内容的海报内容 然后以及谷歌来推荐的一些应用 而整个的Home Launcher的话就这么一页 这是我们现在的Android TV 而Google TV这边 我们是可以直观的看到它整个这个界面的差别 首先我们现在介绍的是相当于Google为做运营的普通区域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Android TV正在出货的国家 能看到这里也是相当于应用的Favorite Room 但是这里的话会放很多的应用 再有第二行的话是相当于Continue Watching 然后这里是你之前观看的内容 在这里可以继续进行播放 而下面的话其实就有点跟原有的Android TV一样了 是各个的那个应用里边的一些海报和推荐内容 但是这里会可以往下跑很多 但是它整个的Home界面呢是会是会分为好几个这种type 这是我们常规跟Android TV一样的Home界面 而这里的话是相当于它所有的应用 会在这里做一个整合 由你已经安装的和根据分类去做一些应用的搜索和下载 然后相当于它是把整个的应用商店和你所安装的应用 做了一个这么一个页面的分区 把之前的App Store的那个概念是给取消掉了 直接把App Store继承到Launcher的这一个部分 而第三部分的话是Library Library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你内容的观看列表和鞋爱列表 以及你购买的内容都会从这里去进行一个展示 然后第二点的差别呢 其实是它的那个设置 然后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Android TV的那个设置 Android TV的设置的话 我们从这里进入Setting 能够看到这个Setting的话是从旁边 然后pop出这么一个界面 从里边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网络的设置 进行电视频道的一些编辑 进行账号的登录 一些APP的控制是在这里 就APP的你可以看到你的机器上安装的所有的Apps 然后包括你本机的一些设定 在这里进行显示的 当你选中比如说我们选中Picture的时候 它依然会在这个菜单里边 如此进行显示 然后再有包括Remote的这一个连接等等 那我们回过来来看一下那个Google TV的Setting是什么样 我们Google TV的Setting是在这里进入的 首先我们进入的这个界面是叫Dashboard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那个下拉框 就相当于一些重点信息 包括我们的那个账号啊 然后当前时间和天气啊 以及一些那个notification的信息 像是遥控器的电池提醒啊 然后以及那个相当于一些 比如说我们某个应用的提示都会在这里进行显示 而这里的二级菜单进入的才是它的Setting 能看到整个的Setting的话 跟之前的那个一级界面的那种Setting的话是有差异的 我们在左边是相当于我们的主功能栏 而右边的话是这个功能里面泡不出的二级界面 相当于在整个一个界面上就可以清晰的来看到 你接下来会有的内容是哪些 显示的会比较详细和比较的清晰一些 而这里的话 像我们的Display部分 可以直接从这里再选中了 就是当我们从一级菜单进入二级菜单选中的时候 那二级菜单里边再泡不出了三级菜单 也直接会从后边进行一个明确的显示 这样的话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 你进入一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下一步可以来做什么操作 相对来说整个的操作逻辑的话会更加的方便操作一些 该有的内容其实两边都是一致的 这里是显示的System 包括里面的这些内容都可以进行设置 其实从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就是Google TV的话是可以明确的让用户拿到手里就知道跟以往的安卓电视的这不同 而不是之前我们从安卓7.0 8.0 9.0 10 11 大家用户拿到手的第一个就拿到手刚一开机的第一个状态 是没有变化的就是这么一个界面 而他唯一能看到这个系统变化的地方可能要这样进入这里进入about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安卓的系统的变更 而从整个的界面上是看不到任何改变的 而你从安卓TV切换到Google TV的时候是可以明确的看到这一个界面是直接变化的